在香港这个不习惯暴力的城市 公民手持雨伞防护的抗争镜头 被誉为是雨伞革命 港人不要暴力的呼吁 还有对民主自由的坚定信念 再次为他们迎来了外界的高度称赞和尊重 在这期间也闪现出了一些感人的画面 我们带你一起来回顾一下 原本会是漫天烟花的时依 如今却是港人打开雨伞 争民主 抗暴政 等胡椒喷雾的场景 为了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他们坚守着理想 这些公民意识觉醒的勇敢青年 不愿意接受北京的洗脑 但是这是一场不平等的战斗 当催泪弹放出烟雾四起时 香港抗争者们只能用伞保护自己 从不少现场拍摄的画面看到 对比非常明显 一边是警方的暴力 一边是可怜的伞 五颜六色的伞 逐渐地从一个日常必需品 转变成了反抗的标志 有关雨伞革命的设计图标 也大量出现 一位香港读者说 当我们受到威胁时 我们打开雨伞 并且举起双手 美国中文杂志 中国事务总编辑武凡表示 香港人用这种崩和的抗议手段 赢得了世界对他们的尊重 不像其他的城市 用石头用汽油瓶用人质的小楼弹 来反攻警察 香港没有啊 所以香港得到了人家很多的尊重啊 非常好的印象啊 你现在要来煽动他们去制造事端 那马上看出来你是什么人了 与金融危机时 一些国家随处垃圾的占领运动不一样 香港占领中环的组织者 坚持进行碍与和平的活动 并且在10月1号假日里继续 尽量不打扰上班的人 虽然9月30号早晨 一度有街坊指摘 占中者们阻碍交通 大会与室来了个民主表决 几场进行举手投票 决定是否撤离 结果大部分人坚持继续留守 甚至在望角 有人撑起帐篷住起了家 一位年幼的女儿 骑在爸爸的肩膀上 与爸爸双手紧握 到现场上了一堂民主体验课 另外 更有良心餐厅 免费派发外卖盒饭 声援示威者 这个举动让棒角的黑夜变得更美 也让学生们感觉很窝心 除了不少西方主流媒体 对这场雨伞革命的关注和赞赏 瑞士每日新闻高度评价说 这是一场和平理性的抗议 截止到9月30号 全球有40个城市 支持香港的雨伞革命 与此同时 以强硬手段对付和平抗议者的香港警队 士气显得有些低迷 9月30号 一名南京长到场了解事件时 有感而发 说 我们都很想对话 解决事件 同时 他称赞抗议者 原来很好沟通 而一张被民众热传的新闻图片显示 29号在金钟附近 一名没有带任何防护装备的年轻人 遭到警察用胡椒喷雾对待 对他施暴的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 最终还是难忍内心煎熬 拧开自己的水壶为他洗眼 这张由大纪元摄影师鱼刚拍摄的图片 朴实而简单 感动了无数港人 在香港大纪元Facebook上的转点率 短短几小时内超过100万 一位年轻警官曾对媒体记者说 我们累了 我们都是人 也需要休息 而在香港警察总部外墙上 则有人将加入警队的标语 改为退出警队 呼吁香港警察为自己选择正确的方向